中国著名女歌手何靖日前来到泰国宣传自己的最新专辑马拉伊萨 这张专辑是何靖演唱中的又一次突破 并由何靖本人亲自担当制作人 主打歌曲马拉伊萨是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 在这首歌曲的配乐制作中 使用了中国特色乐器琴琴 使整首歌婉转动听凛然大气 尽管刚刚与成龙大哥拍摄完《警察故事2013》 但是马年新年过后何靖要马上投入到新的工作 哈喽大家好我是何靖 我手上拿的就是2014年新年最新出版的最新专辑马拉伊萨 那么这张专辑也是我自己来制作人的 那么马拉伊萨这首歌它是一首世界音乐 就是word music 那么整个歌曲呢 我没有唱歌词 全部都是自语版 什么叫自语呢 那就是我想象的感觉 非常空灵的感觉 然后用我自己的语言哼唱出来的 所以它是没有歌词的一个版本 那么还有一个版本呢 是有歌词的版本 那就是叫做以草原来命名的一首马拉伊萨 那么还有一首呢 里面的一首新歌叫做《带刺的玫瑰》 那么《带刺的玫瑰》呢 是一首轻摇滚的歌曲 是一首爱情歌曲 也是我蛮喜欢的一种纯新的风格 里面还有一首MV呢 那是我和我的女儿一起来演唱的 我的女儿呢今年是九岁 在她唱这首《厚德在务》的时候呢 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 是一首中国的一种 古训的感觉的一首歌曲 我是看孔子的一些文章 来编写的这首歌的歌词 那现在这首歌呢 在我们中国的国内呢 有很多的学校 都把它当作了校歌来演唱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何静的最新专辑 玛拉伊萨 谢谢 关于新年的计划 何静是这样说的 哈喽 我的新年计划呢 是刚刚完成了和成龙大哥一起拍摄的 《警察故事2013》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想在2014年呢 能够完成两部电视剧的拍摄 还有电影的拍摄 具体的形成呢 我也希望能够今年的完成一张我的最新专辑 希望你们能够支持何静 何静爱你们 谢谢 让我们共同期待何静的新作品 何静新专辑 《马拉伊萨》的MV 近期将在泰国中央中文电视台播出 敬请期待 泰国中央中文电视台记者综合报道